拒绝回应相关报道 TVBS新闻组合报道 买票的阵营无法下手 而让贤能之人当选 问题来了 这云林斗六市长的选举当中 只有两个候选人 当选的是国民党的 而落选的是民进党的 所以这个意思是说 国民党的这一位贤能之人当选了 而原本企图买票的是指 这位民进党的候选人吗 当然此言一出 立刻引发各界的议论 这一位被点名说 他企图会选的民进党的候选人 当然现在要向曾永福提告 还有立委要求他下台 而也有很多的评论指出 法务部长应该是中立的 如果他真的企图要设柜的话 应该是去积极的查查 而不是在背后放话 曾永福要最高检察署认真查会 接拍少不了序名两句 还加码大爆料 最近在云林斗六市市长 的无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最新的候选人 走位的表现 获得选民的认同 另一位候选人 本来他的装脚有准备买票的 由于我们检紧掉认真查会 致使他们无从下手 那么使真正贤能的人 获得当选 一面夸奖国民党及当选人 是贤能之人 一面指控另一候选人 本来要买票 云林斗六市长只有两人参加补选 曾永福说的那另一个人 只差没有指名道姓 当然跳起来 小民进党立委撞声是 云林北上按铃控告 曾永福 本来很敢说的曾永福隔一天消音了 倒是连发两次新闻稿 变称没有针对任何人 法务部也摸摸鼻子承认 并未掌握云林会选具体市政 曾永福必不出面 民进党要马总统说句话 他对于云林这次选风不错 感到很欣慰 而不是特别去批评某一个候选人 马总统用法务部长过来人的身份 帮曾永福原两句 但就算调查中的案件 法务部长也不能任意发言 曾永福爆料已站不住脚 失言又惹赖一身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